也要來介紹今年這個我尊嚴愛心中 中中的這個必要遠幸福 他在一九五公四年 對這個荷蘭來到臺灣 就在婚臨後悔 他發覺後悔地區醫療 消費驗中不夠 如果對外地不夠 在這個後悔 去到天主教的這個弱色便宜 來臺灣六十幾年 真的將一四人都奉獻 在這裡 這個論議頭髮都背露 先行動不太方便 但是說過還是真有難 已經九十五歲辛苦必要玩 已經五十年 為後就有多慧淳來到臺灣 奉獻到家裡服務 後來發現 那當時的婚臨醫療資源很欠缺 家鄉交通不利便 但是打牌跟人找車牌線 在兩年後 他去後面又加不款去便宜 少年時的必辛苦 為了要跟在地人對話 跟自己製造禮卡 就贏到自己學中文 必要完全沒看 帶來在後悔地區心理修金索 還跟他剛開始 二年不久做婚臺的必要換 又是要學長跟樂長 無關是收保守店 便宜康徑甘工 也只是開救護車 加上八人 差不多每個人都做過 辛苦為了要減輕他們的醫療負擔 在陸塞北醫 心理社會會不省 救散者的人 也救真中心的人 涉及水有的必要換 並想是最大的應酬就是欺騰 透過畢生會把自由跟騎頭 我們看到六十萬年前 期待的台灣人 用他們的享受和水有火牌 到底創造台灣技術 幾個月以前他自己身體不好 住在這個家戶病房 陳建仁副總統是他的好朋友 他來看他 看他的時候 他還握著他的手 說當初我們一開始 我照顧的那些人 現在都已經老了 他們都老的話 我們還是要繼續再照顧 畢耀岸來台灣六十三年 回去霍蘭比較不五次 在霍蘭故鄉 已經很多人攜在醫 等到是霍蘭鄉親 說到畢生湖 都很悠熱 早就已經將他當作是各個人 叫他是霍蘭爸爸 畢生湖今年 拿到資訊給不累 我尊憲愛心中 他說還要將獎金 關乎國家需要的人 記者送他不得 好